英国哈利王子独立一年半 纽约时报指出他过去一年来 找写手秘密撰写回忆录 揭露他人生中的错误和学得的教训 版权已经卖给出版商契儿兰登书屋 英国媒体报道 这是史上首次有英国王室高阶成员 撰写此类的书籍 这本书是由普利兹奖得主莫林格代笔撰写 报道也说出稿已经接近完成 估计在10月就会交稿 哈利在周一透露 他将把所有的收益捐给慈善机构 但是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是否会保留签约金 不过出版界相关的人士 以他的知名度来推估 这笔签约金至少2000万美元 大约为5亿7000万台币